2021年銀色債券SILVERBOND又準備推出 保底息率和上次一樣維持3.5厘 現在和大家一起去看詳細內容是怎樣? 在現時這個投資市場 如果你又想找低風險但有不錯的派息 那有沒有甚麼工具呢? 市面上低風險來來去去就是銀行活期定期 要不就買股票,股票也會有波動 這個時候可能考慮以下的工具 政府在6月29日公佈了第六批銀色債券的詳情 事不宜遲,我們一起看看說些甚麼 營購日期7月20日早上9點到7月30日下午2點 那甚麼時候發行呢? 預定在8月10日會發行的 發行金額由去年的150億 增加到今年預計240億 政府在新聞發佈會中說 如果有需要因應示範最多可以增加至300億 比早幾年大大增加不少 今年有少許改變 對象由過往年滿65歲才可以認購 到這次年滿60歲就可以認購 即是1962年或之前出生 都可以認購這次的銀色債券 每手價格 跟iBond一樣 都是一萬元一手 但有件事大家要留意 它是不會設置二級市場 那甚麼是二級市場呢? 就是你買完之後 你可不可以上網 或聯交所平時股票網站裡賣出 是不行的 如果你想賣出 你只可以經回你的配售銀行 或者指定的經紀行 叫它替你出售賣回政府 賣完給政府之後 政府會計算原價 以及給你相對應的利息 大家留意 每一個人最多可以分配100手 即是100萬 但是過往經驗 基本上沒甚麼可能會派到100手 因為通常很多人會認購 大家可以經20間配售銀行 以及24間指定證券經紀認購 現在不同的銀行和經紀行 都陸陸續續推出優惠 例如 貢免手續費、認購費、屬回費等等 大家可以到時比較哪一個最適合自己 銀色債券和iBond一樣 會用循環配發機制 甚麼是循環配發機制呢 如果大家有買過股票 認購新股 它的比例就很簡單 你認購得多 那你分配的比例就會越高 機會率也越大 循環配發機制就是 如果它有100億 而下面有100個人 它會每一次派完這100個人 有剩下就會派第二個圈 再有剩下就會派第三個圈 因此之故 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會派發 直至最後派了所有債券為止 所以根據這個機制 大家不用研究太多 因為都沒甚麼用 不會因為你扔的錢很多 而派得更多 然後下一項 就是大家最關心的派息問題 那派多少息呢 有兩個參考指標 第一個就是綜合物價消費指數 是指對上6個月的平均值 現在這個圖 大家可以看到 由2015年到2020年 你會發現 超過三厘半的日子是沒有的 因此如果現在派三厘半 而假設將來消費物價指數 是不高於三厘半的話 那你一定會跑贏通脹的 大家可以看到 2015到2019年 最高的一年 其實就是2015 都是三厘的 之後那幾年都是兩厘多 上年由於疫情關係 消費物價指數甚至乎跌到0.3% 所以相比起0.3% 銀發債券派到3.5厘 其實已經相當之高 那當然 如果突然之間 有一兩季 綜合物價消費指數 上升到5% 6% 那銀發債券 就不會派三厘半給你 它就會跟 較高的利率 即是5% 或者6% 派給你 那大家可以留意 剛才也有說 還有另一個 保證最低利率 所謂的保底利率 3.5% 每六個月派發一次 即是一年會派兩次 換句話說 如果你抽到一手 一萬元 那你大概派到 350元一年 現在我們一起看看 過往認購和分派記錄 由第一期2016年 到第五期2020年 每一年的發行量 都在增加 由30億頭4年 去到去年150億 今年最少240億 甚至乎可能去到300億 認購人數 頭4年相對比較平均 但去年直接上升到14萬人 配發的數目 最少那年都派到五手 最多那年就是去年 派到14手 雖然申請總額也是最多 但派的首數也是最多 保證最低利率 由最初2% 到現在3.5% 在現在這個低息環境 算是很不錯的一個回報 那今次每人會派到多少呢 要放多少錢去抽會是最理想呢 今年的發行量比去年多了90億 由150億上到240億 然後我們要看 究竟有多少人會參加這個銀發債券呢 看看去年的數字 2020年底的人數 臨時數 65歲打相有140多萬 而新增的60至64歲人口都有60萬 那麼我們看看去年 咦?有14萬人抽獲藥膜 換句話說 去年的65歲打相認購比率 大概10% 假如60至64歲的人 都有同樣的認購比率 換句話說 新的90億 如果分給新的60至64歲的人 那麼剛好每人分到15手 跟去年每人派14手 其實是很接近的 我猜政府也算過數 如果計算過 如果多了60萬人 而當中跟去年差不多 10%認購率 只需要增加90億 這樣就可以維持新一批人 認購的數目 跟舊的都不會相差太遠 以下是大膽的猜想 如果跟去年認購比率差不多 那就應該差不多 每人都派到跟去年是14手 15手左右 假如維持240億的發行量 當然如果他一次過發行最多300億 那即是多了60億 除了新的20萬人抽 每人應該可以分多三手 所以到時可能會分到18手左右 但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如果今年銀發債券 跟iBond一樣認購這麼熱烈 認購人數多5% 甚至乎10% 那你可能只是派到10手左右 那大家就留意了 如果你有閒錢 想搏一搏看看會不會派多幾手 我想最多你抽20到25手 應該差不多了 以及根據今年釋放相當熱烈 實際上上不上到20手 其實都比較困難 大家今年又會抽多少手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說吧 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按like、subscribe 以及share給大家的朋友 多謝 小心 後面 請 聲ばら là 或是 �잖 ī ao